大家好 話說我發覺很多人 特別香港人 是很喜歡去踩踩施朗的 我和富義姆媽沙兄弟基斯坦倫拉德 克里斯坦多羅恩 也有施朗 一個這樣的傳奇球星 一個這麼好球 一個差不多四十歲 仍然體能這麼好 一個對自己這麼自律的一個神人施朗 經常有很多人喜歡去踩踩施朗 說這麼老的 收皮 要淪落到中東 阿沙特 阿拉伯 踢球 我有時覺得香港人真的很悲哀 很慘 或者叫做誒毀施朗的人 你們是什麼 你們屁都不如 施朗什麼獎都拿過 到今時今日 差不多四十歲 仍然這麼熱愛足球 這麼有鬥心 一個這麼值得欣賞的人 竟然這麼多人 竟然這麼多人在這裡 你們是不是真的這麼羨慕 妒忌人 這麼看不得別人好的 是啊 他射失了十二碼 他哭了 為什麼 因為他很著緊 很欲緊 每一場比賽 到今時今日 差不多退休了 什麼都拿過了 都仍然這麼熱愛足球 仍然這麼 因為 幾緊張 你見他四十二碼那一刻 四十二碼 爆閒 崩潰 他重視他每一場足球比賽 他很重視啊 這些就是一個職業的足球員 應有的態度 不肯是踢踢啊 你們喜歡那個美絲啊 你們 美絲我絕對欣賞他的球技 他的實力 他各方面都是一個超級神人 踢球方面 但可惜性格做人方面呢 那個誠苦太深了 來香港 那次香港政府請他來 明明看不肯你們趕回香港去想啦 一分鐘他都不想下場 他早已經不想下場了 已經有計劃 就是想想夠你們 因為他看不起你們香港人了 你們還不明白 有些人還要幫他說 對啦 落夠香港政府面子 該死呀 什麼什麼什麼 請他過來 真是可憐啊 你們真是 一個這樣的美絲去玩夠你們 你們還要好像 有些人這樣說話 其實我覺得美絲真的很混蛋 好啊 不尊重香港的求問 你真是 那些小孩子刻意入場 想看他 踢一分鐘都好 踢兩分鐘都好啊 這個是美絲的求王的人品問題 這裡不說那麼多 不過美絲很厲害的 他很懂得包裝自己可以 叫做一個好爸爸 一個好丈夫 甚至乎球場上叫做好謙卑 那個樣東西 他很懂得包裝 因為在人類的心理學角度來講 大部分人都是很無知 很膚淺 他覺得美絲很好啊 就是這樣很好啊 但其實他們不知道他們看不透 美絲是一個誠苦幾深的人 而且都不是一個真是所謂心底很好的人 至少 算了 和你們講也不懂得明白了 總之就是 所以為什麼金球獎他拿八個呢 某程度上 很多人是 除了他的球技超班之外 很多人本身是喜歡他 傾向他 而傾向他是因為他做出來的這個形象 和各方面那種八面玲瓏 很多人說思朗 很囂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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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思 很囂張 其實不是的 思朗這個是他真是我的性格 他真的對自己有自信 覺得自己厲害 真是思朗覺得自己厲害 抵抵覺得自己厲害的 因為他真是很努力 真是操得很健康 和真是無時無刻 他都是擺在120%在每場球賽方面 他對隊友 對身邊的朋友 是極之好 極之真誠 我和你們講 當年幾年前 他祖雲達斯最後那一屆 那個不知意大利超一杯 一個後備 不知三四號門將 他從來都沒有出來比賽 但是經常都和思朗陪練 就是幫思朗陪練十二萬年佛球那些 撲他門 思朗那個動作很磨心 就是 拿了獎子之後 叫他出來 出來就出來 那個四號門將 還是五號門將 根本都沒有踢過一分鐘 都不容易出來 思朗都要叫他出來 你是我們一份子 因為你是我們一份子 我看到那一刻 一個這麼厲害的大球星 他是連那些 叫做二打六 難聽說的那些不出名的人 他都是關懷他們 care 他們的 出來叫那個四五號門將 一起出來慶祝 分享這份喜悅 一起拿獎牌 你們見不到思朗這些東西 你們只是見到思朗平時 很謂說他毒石 又說他什麼東西 很謂自用 很謂什麼東西 你們這些人很謂膚淺愚昧的 正如你們為什麼香港人喜歡楊冠華 喜歡波哥這些 這麼虛偽的嘔心食屎 你們很多你們看不透 你們就是相信你們所相信的東西 你們就是以為你們所以為的東西 就是你以為這樣 其實不是 真的很好笑 我們這些 我實在是很懂人性的 是心水很透的 你什麼人呢 你都瞞過我們 我也很喜歡美斯 踢球 我覺得他很厲害 但他人品和思朗真的差一截 思朗呢 他肯定不是一個完美的人 在球技方面 或者 當然他很厲害 但是呢 在性格方面 他都可能有缺失缺合 但是他是一個很真的人 這樣就值得欣賞 他是一個很真的人 他不會假裝虛偽造作的 他不開心 你不能要他假裝開心的 他開心 就是很開心 你們當然不懂 你們香港人 從小到大就是 活在一個假面具那裡 從小到大都是這樣 因為你們香港特別是華人社會傳統父母輩 那一輩都是 傾向你們不容易 不敢去流露自己的真實情感 什麼人都要收心還賣 很多事情你不敢去 就是難聽你說的 你吃飯突然很想放屁 你放屁你都不敢 就是你放屁突然間會不尊重別人 就會覺得你噁心 但是其實你知不知道 從醫學角度來講 有屁你不放是對身體不好的 其實應該是要放的 但是當然你如果在現場放屁 又會 算了我不講這個問題了 講你們有時候都不敢明白 你老母臭氣 真的跟你們講這些都是有時候 太夠氣了 所以華人社會就是傾向去收錄 就是收斂自己的情感 是的 收住收住 所以就搞到很多人有抑鬱 有很多人超累 很多情感不能夠適時排放 不能夠做回自己的 想笑就笑 想哭就哭 想講就講 想吵就吵 喜歡就講 Hello 我喜歡你 可不可以和你一起 或者Hello 其實我不喜歡你這樣 老闆經理 你們這樣不對路 你們不能這樣說 你們從小到來都是這樣的 怕被人說 怕被人笑 怕被人踩 你們覺得 很多事情都不敢去表露自己的情感 所以你們就喜歡美思 因為美思是一個 好像典型的 傳統價值觀念上的一個乖乖仔 一個有著完美性格 又謙卑 求技這麼好 大人又這麼謙卑 又好 對老婆也好 不出去滾 又平時又會傳播給隊友 一個領袖 精神領袖 各方面都很好 很得體 斯朗不是 斯朗你覺得很囂 很自我中心 或者叫做好鬼死成日 錯啊 或者很 其實呢 自我這個自我 我不知道為什麼在香港 或者在環社會 是一個貶義詞 不可以太過自我 沒錯 但是自我是好的 我認為自我是好的 你有自我 你才知道 你才懂得重視自己 關心自己的情緒 自己的我 真正自己的我 你有沒有曾經遵從過自己的內心 去說一句 做一件事啊 沒有啦 你們 從小到大都是徐波逐流 在這個蜜辱環流的社會 跟跟計較 是嗎 唯利是圖 你們這些人都是這樣 小心翼翼對著別人都是 不能夠真誠放開自己 豁出自己 喂 Hello 就是很真地去做一個很真的 所以我其實很喜歡 在外國的時候的風氣 那些人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chill 就是這樣 yow yeah yeah 可能聽到音樂就在那裡跳舞 你香港地見到人 神經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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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就是香港人 跟別人外面的人的分別 你們的視野不是這麼狹窄 你們的接受程度就是這麼低 這麼小 所以又要講講施朗 無論施朗現在是怎樣老化 或者球技沒有以前那麼好 速度沒有以前那麼好 再不是球場的精神領袖 等等都好 他所付出的努力 他的光輝戰績 到現在仍然沒有人能夠取代 而且他真誠的性格 他真誠的 這個魅力 人格魅力 至少我很欣賞 但是很多人會覺得 收屁吧 阿斯朗 你們不看得別人好 因為你們 一個這麼出色的人 阿斯朗有小朋友衝進球場 因為他很喜歡小朋友 所以他會很開心 拍一拍一拍 有幾個大人 有四個大人衝進球場 他馬上不拍 他真誠的 他真誠的 每個人都這樣衝進球場 總得怎樣 是啊 大小超 因為他喜歡小朋友 他偏愛 他寵愛小朋友 那些大人煩惠他 他不喜歡 他不喜歡別人煩惠他的 他跟我某程度上 很多很相似的事情 不過很可惜 當然很可惜 人家是一個超級的巨星投星 我林馬車今天仍然是一個 很多口水的口水佬 不過這條片我真的很想為斯朗平反 我也很想為斯朗去說話 也很想為斯朗去屌擠他的黑粉 在說他疑癡癡的那個 斯朗那道 那個隊友脫了鞋帶 他會蹲下幫別人綁鞋帶 他毫無價值 極度親民 極度去對任何一個球迷身邊的隊友 無論是高還是低 他理究你是什麼教練也好 還是一個超級後備守門員也好 還是一個小球迷也好 他都是真誠對待別人 他用自己的心 他遵從自己的內心 去對待他身邊每一個 他認為應該怎樣對待的人 一個我心目中 一個很值得去尊重 欣賞、支持、學習的榜樣 現在已經不是說他球技了 是說他人品、人格 他怎樣去做人處事 怎樣去對待別人 可惜這個世界上太少思朗 但是太多那些去攻擊、針對、去詆毀 是斯朗那些人 即是那些正常就像香港那些年燈那些毒瘟 這樣抵挽我一樣 你們什麼都不是 你們有沒有女兒呀 你們有沒有試過鼓起一點點勇氣 去做你們想做的事呀 沒有 垃圾 你們只有一群垃圾的食屎狗 我現代霧庸服呀 文武相傳霧庸公子霧庸服呀 踢球也行 唱歌也行 什麼想都行過你們啦 古有北渠風南暴浴 金有西斯朗東馬車 繼續喜歡你們的美思啦 沒有所謂的 繼續罵斯朗啦 繼續攻擊我南馬車啦 因為在我們心目中 我們眼中 我們一早已經超越了自我 超越了真我 我們亦都無時無刻 是做一個真真正正的我 我就是我 我一個有血有肉的我 我一個有優點有缺點的我 你們呢 什麼都不是 吃屎啦 吃屎狗 嗚嗚嗚嗚嗚嗚